曾是TVB单红花旦 作为中年女演员 她从事演艺圈20年 共拍摄了60多部影视作品 其中谢霆锋云三 《国色天香》都是她的代表作品 不管是云海玉公园中冷艳孤傲的历盛男 还是《国色天香》中香水美人苏洪玉 叶璇都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曾与叶璇一起拍摄过《国色天香》的老戏骨潘红 曾这样评价过她 叶璇在专业上对人无情绪的把控异常精准 能够一个人演自己的部分 又能顾忌方方面面 叶璇能做到这样 而且总是保持这样的一种旺盛的经历 让人看见就开心的笑容 1980年叶璇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 9岁时父母离异 10岁时便赴美求玄 并由爷爷奶奶陪同前往 13岁时叶璇的爷爷奶奶 由于不适应外国的生活回到了中国 此时的叶璇向父亲提出独立居住 也是这样的生活经历 让叶璇养成了独立耿直 坚强勇敢的性格 1999年参加了香港第11届 国际华裔小姐竞选 并成功获得了冠军 及最具古典美太奖 之后叶璇返回美国 继续大学学习 在此期间竞选的主办单位 TVB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加入TVB 从事演艺类工作 1999年的下半年 叶璇回到香港与TVB签约 正式进入了演艺行业 因为叶璇的长相 与当红花旦萱萱相想 TVB也将叶璇 是做了萱萱的接班人 他参演的第一部戏 就是与陈浩铭搭档的 风神榜之爱子情春 叶璇在剧中饰演的杨莲花 善良温柔对爱情 有一份执着和憧憬 当时20岁的叶璇 看起来十分精准可爱 电视剧播出后 作为现演的叶璇 凭借该角色 成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之后叶璇又参演了电视剧 《美丽人生》 《一往情深》等多部作品 叶璇拿到了不少好资源 努力的叶璇也不负TVB的厚望 在作品中 他的精彩演技 观众们是有目共睹 2002年 叶璇拍摄了那部 让他一夜成名的作品 《半生缘》 在剧中 叶璇饰演天资聪颖 灵弃别人的才女 孟力军 大气的五官中 带有几抹阴气 成熟稳重 眼神有力 有大家小姐的坚韧风范 为了成功演绎孟力军 叶璇提前三个月 戏读了原著 拍戏时 每场戏都记在本子上 即使起点高 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叶璇的敬业精神 在圈内有口结杯 功夫不负有限人 电视剧的成功 让叶璇活了起来 让更多观众注意到了他 之后 叶璇又拍摄了 多部古装电视剧 迅速成为了TVB的 当红花蛋 2006年 叶璇与TVB合约到期后 加盟了香港 环雅电影公司 成为环雅旗下的 红管经理人 公司的合约演员 加入环雅后 叶璇开始尝试 拍摄电影 2009年 叶璇参演电影《复仇》 该电影入围第62届 嘎那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同年由杜琪峰监制的电影 意外 入围第66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这是一部筹备拍摄 及后期制作 长达三年之久的电影 叶璇 饰演高能吃饭团队中的 一名痴情女杀手 行戒电影中精湛的演技 她获得了第29届 香港电影节向奖 最佳女配角 叶璇的不懈努力 终于得到了肯定 2010年 叶璇零片酬 出演新人导演 朱家梦的电影短片 人有三集 凭借此片 叶璇获获得了第三届 新人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和2010年度 国际青年录像节 优秀演员奖 10年代以后 跟随众多香港导演 前往内地发展 叶璇也正式来到内地拍戏 除了拍戏之外 她还担起了制片人的角色 如今40岁的叶璇 依然活跃在各大综艺 今年疫情期间 担任了腾讯视频 抗疫特别制作版 独信节目 见字如灭 特别制作的独信嘉宾 镜头间 她成熟优雅 散发着女性的知性美 她的自信大方 值得所有人学习 也期待叶璇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参加